字幕提供 为何观看 字幕提供 事件数字 这最经典是人情 八百 美国人也真的是 都想这些东西 八百人情现在还是公价 至少八百人情 入场 有些五百人被人罵 曾經何時是500元的 不過數了十年前 現在你再給500元 那些人真的很熟悉 要是你不想再熟悉 到你經濟的狀況很差 或者不想再熟悉 不過不是說人情 是說什麼呢 都是說錢的 不過都關錢事的 800元一部iPhone 是 你會不會要 這麼便宜 有經濟的 沒錯 8塊所以更便宜 就算是假 我想說 是 我猜到是講假機 山寨 山寨 一定山寨 人民幣 但如果他做得像iPhone那麼薄 限了Android 800元 是 又可以想得過 是吧 沒錯 我想說 是多工人的iPhone 不是 除了有一樣東西他沒有 是 就是這個 手紋 哦 變色 變色他沒有之外 其餘 基本上是一部iPhone 6 但他限了系統 應該限了Android 不是他不是iOS 是 他是Android 但是 他的介面 基本上是同一部iPhone 6 即是炒足的 那一部不是山寨 這部是原蛋 但是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問題是 我想說 我不是說他怎樣便宜 或者怎樣 強 我是想覺得 預期蘋果也制止不了 內地市場出iPhone 山寨iPhone 6 或者iPhone 7、8、9 可以做一個市場調查 我發覺他們很有創意 除了功能之外 外形上他們也有少許改動 他不是抄觸你 他再有少許變動 進化版 他出了粉紅色 是大受人歡迎的 還要比土豪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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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想想 其實iPhone可以吃著這條水 知道內地市場 如果土豪金之外 還有粉紅色都會受落的話 下一次 但我很肯定 真的出粉紅色的時候 就沒有人買嗎 不是 Steve Jobs一定會報夢 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違反了所有東西 越出越大 有金色 Steve Jobs已經在下面 已經死不命無 很久了 既然都是 所以無所謂 無所謂 反正也是 做一個市場調查 用他們山寨板來做市場調查 用他們的數據 參考他們的數據 接下來不只是出發 如果粉紅我一定會炒 好 好嗎 好嗎